如果你认为一生一世是一部小甜剧 那么你就错了 其实他是半甜半女 后半部分全程都在虐心 结局也是草率的大团约 周生辰被周文川谋害 是因为了救心爱的哥哥昏迷不醒 周生辰醒来后 就一直在回忆前世的事情 这一段剧情还是很虐心的 当然除了主角的感情线 周文星一直深爱着梅星 但是梅星却暗恋着失忆 周文星为了两个哥哥 导致自己无法一致去世 他去世后 梅星看起来似乎很伤心 他随身带着周文星送他的小瓶 总是能想起之前的事情 狠网友认为梅星和周文星 没能相爱是一大遗憾 同样如果周文星没有去世 这俩人在一起会幸福恩爱吗 周文星在做手术前 梅星答应娶他都是谎言 观众别被梅星的深情给骗了 梅星只是在强行给自己洗脑 梅星对周文星的誓言都是冲动 并不是真爱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梅星一直把周文星当做妹妹看待 周文星经常暗示 自己自己喜欢梅星 明眼都能看出来的事情 难道梅星看不出来吗 梅星不拒绝他的爱 也不选择接受 周文星是个病样子 梅星答应爱他只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梅星真正的接受了周文星 但周文星可能认为 这是在可怜自己 第二种就是梅星拒绝了 两个人可能彻底决力 所以周文星不敢主动去爱 只能让这份感情适应实现 周文星病危 梅星才发现有些事情要错过了 他希望周文星平安无事 于是答应接受周文星 这可能就是凑合一下 如果周文星没有去世 他和梅星在一起会幸福吗 答案肯定是不幸福的 梅星喜欢的是十一这样的女子 周文星和十一根本不是一路人 周文星其实是一个绿茶属性的心机女人 而她的绿茶行为表现得很隐密 十一第一次去周家见家长 周文星故意拖着大哥大嫂走很久的路 还霸占大哥大嫂的车 让周生辰和十一走着上山 第一次见面十一就迟到 这显然是不礼貌的 还有就是一家人吃早餐 十一没起床 周生辰想让她多睡一会 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 没有周文星大声嚷嚷的 以后大嫂当家就不用早起来 这明显是在挑事啊 听到这样的话你会生气吗 反正我是听着不舒服 梅星对爱情的追求是高质量 很想让周文星的质量不高 结局中梅星一个人落寞的离开 这一幕看上去十分的悲伤和同情 但她表现更多的是 没有机会和十一相爱 你们觉得梅星可怜吗